俗话说 人在座 天在看 视频中戴着口罩和头套的女子叫王慧芳 今年42岁 她在向儿子诉求 也给儿子施加压力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 在一年前 王慧芳突然患上了白血病 通常这种病都是发生在儿童身上 没想到她一到中年 就患上了白血病 而且还是晚期 她不敢面对死亡 求生欲使得她动用了13位亲戚去做了骨髓配型 但是都失败了 她唯一16岁的儿子却配型成功了 她觉得给予了儿子生命 儿子也应该给她一次重生的机会 她的父母通过媒体 找到了唯一能救治自己的儿子 可儿子的回答使她很绝望 不愿意救治自己的母亲 那么 在这对母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更何况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王慧芳想不明白 自己怀胎十月生下来的儿子 不但拒绝救她 还与她断绝了来往 眼看着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她百般无奈 王慧芳的父母救女心切 找到了王慧芳儿子陈斌就读的学校 陈斌看到外公外婆的到来 没有一点亲切感 甚至还有一些反感 作为一个男孩子 说话直接了当 她不加思索就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如果外公外婆强行将自己带到医院做骨髓移植手术 那么父亲陈志坚知道之后会马上制止 甚至还会报警 到时候虽然挽救了母亲的生命 那么他也可能会失去这个父亲 王慧芳的前夫 到底有多么恨他 他要这样阻止一个孩子去救自己的母亲 他们之间有什么恩怨都属于个人 不要将痛苦加在孩子身上 陈斌谈其母亲 心中倍感委屈 他说父母离婚后 家里的房子和财产全归于母亲 也放弃了自己的抚养权 父亲却是净身出户 还要带着自己 他没有童年 没有母爱 从小就将对母亲的怨恨重在心里 十一年间 母亲从没有管过自己 不管生活有多么困难 母亲都没有伸手帮助过 一直都是父亲强撑着 所以在他心中 父亲才是值得他付出全部的人 他现在无法按照个人的想法做事 必须要听从父亲的安排 十年所以开始都是好 十年他只十年必吃那乌娘 那些乌娘将来得多 外公反驳说 陈斌小时候母亲曾养他到五岁 从鼓鼓落地 再到幼儿园 这是孩子一生中最难伺候的 母亲对他这段养育之恩 要比父亲抚养他的十一年更重 他指责外孙不应该只考虑 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 而忽略了母亲的生养之恩 陈斌听到外公这番话 他没做任何回应 他的沉默并不代表赞同外公的说法 他不想再与外公外婆争执 不耐烦地转身就想离开 两位老人又以大学学费为条件 劝说外孙去医院给女儿捐骨髓 换而言之 用金钱来换取生命 用金钱来衡量感情 陈斌作为一个理智的人 他果断拒绝了 眼见外孙不被金钱诱惑 开始用女儿之前录好的一段视频 以卖残来补取外孙的同情 王慧芳在视频中哭诉 他只表达自己遭遇 并未表达对儿子的歉意 陈斌对于母亲的一番话 并未放在心上 也没有一丝同情 由此可见 他有多么的恨自己的母亲 他认为母亲是大感情派 拿自己的惨状来打动自己 开始就明示过 不肯为母亲捐骨髓 并非是担心自己的身体 而是不想违背父亲陈志健的意愿 在他心中 父亲的话就是圣旨 陈斌为了不影响自己学习 回到了学校 两位老人对于外孙的态度很是伤心 他们带着记者来到了女儿的住处 房间中装饰使人眼花撂乱 墙上挂满了各种首饰 鞋架上摆满了各种高档高跟鞋 可以看出 王慧芳离婚后 他拿去了丈夫的一切 为自己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 在富裕的他已经被病魔掏空了 现在他每天都需要大笔治疗费 后续的骨髓移植手术更是一大笔花销 那二小房边有一套90平米的房子 就是这一套是吧 现在人生家属有一套偷室楼 面积有320平方 包括车库50平方 为了保密 他忍痛将自己的两套房产进行了低价转卖 看到女儿的衣服 独物私人 王慧芳的母亲心如刀角 就在这时陈斌叔叔打了一个电话过来 他说说了哥哥为什么阻止 侄子去救母亲 他不仅仅找到你们媒体 他还帮我们谁里面的 找到谁里面的领导 所有的领导都去找 就是因为他们这样找了一圈 其实也造成了你哥哥很大的压力 是吧 是啊 陈斌叔叔表示 哥哥生活过得十分艰难 为了侄子的生活 哥哥日夜都在加班挣钱 由于自己也没有能力帮忙照顾 哥哥只能让侄子既养在亲戚和老世家 可这期间 嫂子王慧芳从没有帮助过半点 而且也不与他们联系 自从王慧芳患病后 他便开始通过各种卑鄙手段寻找哥哥 甚至找到了记者曝光哥哥的工作单位 各种舆论给哥哥的工作和生活上 造成了很大压力 为了不影响侄子的学习 也害怕王慧芳的父母再去纠缠 他表示愿意代表哥哥与记者见面 将事情说清楚 刚一见面 陈志坚的弟弟便开始埋怨两位老人 在得知王慧芳生病后 陈志坚第一时间就带着侄子前去北京看望 并且还给了他两万元作为医药费 可王慧芳却暗中找人抽取了侄子的血液 跑去医院做配刑 这种做法有为道德 得到配刑成功的结果后 王慧芳就像救助救命稻草一般 多次打电话到学校干扰侄子的学习 陈斌在学校背负着不救患病母亲的罪名 严重地影响了陈斌的学习和生活 这些做法 王家人根本没有考虑过陈斌的感受 他现在独高二 是他人生中最关键的时候 可王家人却不顾陈斌的前途 王慧芳的父母再次横量 抚养五岁孩童要付出更多 可陈志坚的弟弟则认为 不能这样比较 根本没有可比性 陈斌的外公认为 捐骨髓救母是理所当然 天经地义的是 故事后也有卧冰求礼 割肉救母的感染事迹 为什么外孙又不能够救自己的母亲呢 王慧芳的父亲表示手术没有风险 只是一个简单的手术 陈志坚的弟弟反对他的说法 任何手术都有风险 白亚丧命的都有 何况是抽取骨髓 他担心侄子在手术中出现了什么意外 那么后半生的生活到底该谁来负责 残缺将会影响他的一生 陈斌的外公想法很可笑 他表示如果出现了任何意外 他们会承担全部的责任 只要外孙能救女儿 任何条件他们都愿意接受 那么两个老人不明白 你们都到了牧尺之年 你们有什么资本去承担外孙的意外风险 原来王惠芳所治疗的医院是通过网络寻找的 并非是正规的医院 陈家人认为 王惠芳投石问路 有病论投医 他们之所以阻止陈斌去北京捐骨髓 一来是认为公立医院比民营更为安全 二来还是为了侄子的安全 他们不希望母子俩躺在病床上下不来 他建议王惠芳回到当地的公立医院做手术 这样既可以降低手术的风险 也可以减少手术成本 而且陈斌术后恢复也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 只要王惠芳愿意回到本地 他们愿意让侄子去读一把 他们也不想让侄子留下遗憾 可王惠芳执迷不悟 他认为自己所找的医院是最可靠的 王惠芳到底有什么想法 这其中又有什么隐情 对于孩子的安危 他还是把自己放在首位 私心太重 对于儿子不愿救母亲一事 王惠芳在视频中指责儿子 如果儿子不救母亲 就是不孝 有再大的作为 也会遭人唾弃 这是在给陈斌施加压力 王惠芳已经将自己遭遇 和儿子的态度都发泄在儿子身上 如今王惠芳通过多次的话聊 已经销售不堪 看着女儿的模样 老人悲痛不已 两位老人拿出了一些报纸 上面记载着一位八岁男孩 舅父亲的感人故事 他们四处搜罗着这些感人事迹 用来打动外孙 对于这件事 陈志坚一直没有露过面 他将自己所想的都交给弟弟来表达 他肯定讲 他其实很纠结什么呢 他就是 他又担心自己的孩子 他事业很矛盾的 但是他一直跟他儿子讲 就是跟我前面都讲 反正母亲 只有一个 如果真的到哥哥的引力 要去救的话 我们肯定也不会阻止你 陈志坚的弟弟表达哥哥的想法 哥哥作为一个父亲 能够感受到那种骨肉亲情 不可能会狠心阻止孩子 去救自己的母亲 但作为监护人 父亲要考虑到孩子的安危 有时候 情义在生命面前 也是不值得一提 如今哥哥已经不会再阻止侄子 陈斌到底会怎么做 他们也不会去左右他的想法 那么 陈斌会不会记恨母亲当年抛弃他 而不去救他吗 其实现在就看你自己 你要是害怕 没关系 你不害怕吗 没有 一句简单的肯定 这也是陈斌的真实想法 就算母亲不去学校骚扰他 恳求他 他也会去救母亲 他等待的是父亲的答案 既然父亲没有阻止 那么他会全力去救治母亲 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 也是一个伤感的故事 感人的是孩子不忘母亲的生育之恩 愿意承担风险去救母亲 伤感的是 母亲抛夫妻子 让孩子没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生儿未养之恩 断职可报 养育之恩 断头可还 孩子能做到这点 将来必定有出息 但亲家庭影响着孩子的一生 作为父母 不要因为自己的感受 而辜负了孩子 但愿王慧芳早日康复 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用余生来弥补对孩子的爱 对自己的感受